大家好 电源也折腾完了 这下台式机该静音了吧 我们接着看 海运Focus GX750到了 全模组电源就是好 一根SATA的电源线解决了三个硬盘的供电问题 一条CPU线 一条主板线 再加一条显卡线 其他都不用安装 节省了很多空间 真是小机箱的福音 说到这儿 忽然突发奇想 主板电源线现在是24帧的 英特尔新规范的主板电源线是10帧的 将来会不会有一种24帧转10帧的线呢 就是24帧接全模组电源 10帧接未来的主板 这种方案可能性很大 到时候换一条线就可以了 电源到手后 第一件事就是贴近耳朵先听听声音 电源赠送了一个短接开关 可以不通过主板直接开启电源 电源切换到自动启听档 风扇不转 耳朵贴到电源上能听到滋滋声 按一下自动启听按钮 关闭启听功能 风扇开始旋转 声音也很小 电源放在桌面上几乎听不到声音 电源上机 重新理线 一切准备就绪 开机 问题来了 因为噪音才买的这么高贵的电源 上机后第一步就是测噪音 停掉所有的机箱风扇 手动停掉CPU和显卡风扇 这时电源风扇也是停的 可为什么还有之前的嗡嗡声呢 开机时很安静 进入系统之后 噪声越来越大 那个主要噪音还在 这时我的头有点晕了 机箱一个风扇都没有 为什么还有这声音 这声音到底从哪来的 我忽然想到了那两块机械硬盘 于是关机 拔掉机械硬盘的电源线 再开机 这下安静多了 原来主要噪音竟然是机械硬盘 看来我是错怪酷冷GS650了 它真冤啊 当时没有想到是机械硬盘引起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机械硬盘 只有在读写时才会有声音 是那种咯吱咯吱或者嘎嘎的声音 没想到还有嗡嗡的声音 后来上网查了一下 机械硬盘的声音主要来自两个地方 一个是硬盘与机箱的共振 另一个是硬盘内部的轴承和马达电机工作的声音 接下来关于静音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机箱后面12厘米的风扇 现在是机箱自带的噪音有点大 准备换一个海盗船的静音风扇 还是从之前买过前置风扇的那家店买 虽然是定速风扇 但是很安静 老板说话可信 等到了再分享 关于机械硬盘 共振的噪音 网上解决方案是防振螺丝垫 我重新又检查了一下 这两个机械硬盘的仓位 机箱自带的那个硬盘架 它带双面防振胶垫 把机械硬盘放在手里开机 7200转的机械硬盘振动还是挺大的 特别是在读写的时候 是那种嗡嗡的声音 重新拧紧再放回去 噪音貌似有些改善 难道说之前这个胶垫螺丝没拧紧 补充一下 其实PS4的游戏机 即便它在很安静的时候 距离近的话 也可以听到游戏机里面硬盘嘎啦嘎啦的声音 再加上PS4的散热风扇 噪音也不小 甚至它待机的时候 风扇也是转的 耳朵贴近可以听到 总结一下 现在台式机的噪音也不小 但不那么烦人了 毕竟少了电源风扇 还少了两个机箱风扇 也有可能是心理原因吧 估计后置风扇换了以后 噪音还会小一些 关于机箱静音解决方案 目前来说可换的配件不多了 要想根治噪音 只能等下次换平台了 关于静音这个话题 还有一个最后总结的视频 这集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见